一场意外的直播滑铲 直播间的气氛像是经历了一次过山车 观众们坐稳了准备观看王一博的表演 突然间大滑铲来袭 所有人都没料到 这场直播居然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惊喜 屏幕上王一博身姿矫健 一次滑铲让观众们尖叫不已 同时也引发了一连串的网络热议 那一瞬间弹幕像是爆米花一样奔出屏幕 有人慌了神这是练习曲棍球嘛 也有人大呼滑得漂亮 这一幕无疑成为了拳王讨论的焦点 直播效果甚至超过了某些大制作的电视剧 全景直播的魔力 全景直播的设定 让每个旁观者都成为了现场的一员 没人能预料到直播将会带来什么 每个角落都充满了可能 当王一博出现在镜头前 不仅是他连背景中的水杯和沙发 都成了网友讨论的对象 有网友开始猜测水杯里装的是什么 是能量饮料还是普通的矿泉水 沙发的品牌是什么 甚至有人调侃说 我可以坐在沙发上和博哥一起直播吗 可见全景直播不仅仅是观看一个人 而是一次全方位的体验 魏弱来的不解之言 王一博以角色魏弱来的身份出现在粉丝面前 这一别致的身份设定让网友们兴奋不已 大家习惯了称呼他的真名 但这次他是魏弱来 一个跃动于屏幕之间的虚拟角色 和真实的王一博有着微妙的距离感 粉丝们开始脑补 如果魏弱来走进现实 他会做什么 在社交平台上 魏弱来的日常成了一个热门的话题 网友们发挥想象力 用各种搞笑的GIF和表情包描绘出各种场景 从魏弱来的逛超市到魏弱来的健身房 蜡眼睛瞬间 无一不让网友们乐此不疲 香奈儿与王一博的时尚叛撞 这不仅仅是一场直播 这是一场时尚秀 王一博身穿香奈儿亮相 即便是在屏幕的另一端 也能感受到衣物质感的优雅 网友们立刻在评论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有人对这身打扮赞不解口 有人则开始寻找同款 甚至有网友打趣到穿上这身衣服 我也能成为直播间的焦点 王一博的这身造型不仅成为了直播的亮点 更是拉近了他与时尚圈的距离 两场直播的双重惊喜 王一博不仅有一场直播 而是两场 这对于粉丝来说 简直是双缝的幸福 第一场直播还没结束 粉丝们已经在讨论第二场直播可能会发生的事 有人期待王一博会带来新的惊喜 也有人好奇两场直播会有什么不同 不管怎样 王一博的直播就像是一场盛大的聚会 每个人都被邀请参议其中 共同期待着接下来的惊喜 网友这剧情我给满分 在直播的最后 网友们的讨论已经从王一博的划铲 到全景直播的每个细节再到魏若来的虚拟身份 以及王一博的时尚造型没有一个不是热点 随后官方宣布了见面会的成功结束 并承诺未来还会有更多精彩的直播内容 网友们在评论区留言这剧情我给满分 不仅是对王一博直播内容的认可 也是对整个直播团队幕后努力的赞赏 无论是直播的内容互动还是意外的划铲 都让这次的直播成为了不朽的经典 在这次直播中我们见识了不同的王一博 他以为若来的身份带来了新鲜体验 以香奈儿穿搭展现了时尚态度 用两场直播满足了粉丝对于亲近感的渴望 每个转折都带来了新的话题 激发了网友们的讨论热情 这次直播不仅仅是一个艺人与粉丝的亲密互动 更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社交盛宴